为了阻断外人进入,浩天宗的进门通道全身用巨大的锁链打造,这对于唐三来说自然没有什么挑战,毕竟他当年在唐门早就体验过,但在他上山的过程中一只巨鸟突然出现,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,体型完全不输二名。 这只巨鸟显然是来自古善,一找并将铁锁桥挠断,唐三的子机神光打在他身上并没有遭受任何伤害,这只巨鸟将铁锁打断之后并没有后续的进攻,便直接飞走,但迎接唐三的两个号令宗弟子却坠入了深渊。 唐三自然不会见死不救,他硬着头皮尝试一下,十万年恒骨所带来的飞行技能,暗影的蓝鱼黄油腿骨不仅能让唐三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,还附加一个飞行技能, 让唐三在狂王阶段就能享受到封号斗罗的特权。 至于这只突然出现的大鸟,应当是浩平宗的护山神兽,他的出现或许只是为了涉探唐三的深浅,若是真正的凶手,在打断铁锁后必然会有后续的进攻,毕竟他也受到了唐三的攻击,并且在这只巨鸟出现之前,唐校身边的鹰其实就已经运势他了,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伏笔。